看到这幅画面,这里是乌克兰境内,克尔崇州的地方已经被水淹没了 这个事件轰动全球,全球也报道这件事,香港传媒也报道这件事 在网上出现相关的图片影片,是香港时间昨天下午出的 金瓜兰传媒方面说明,2023年6月6日俄罗斯炸毁在哈尔崇州境内 即是蒂利八河,一个叫水力发电站,那个水力发电站叫做卡霍夫卡水力发电站 这个水力发电站,即是那条坝有多厉害呢? 一路看片,看回这条片,就是水爆炸之前和炸之后的警方 这条片都不够震撼,再看回这条片 阿尔崇州看到水光树被炸后,在哈尔崇里内被 in the car 被掩抹的地方 蓝色那些就是有的对炸 earlier水被沿�ross的地方 大家一角看来看看。慢慢看 即是卡霍夫卡水力发电站有些地方 赫尔丛州分了两边 用大利伯河分界 大利伯河以西那边 现在是湾南军控制 下面是俄罗斯非法占据 现在炸了水烈化电站之后 这边很多地方被水淹没了 第一时间湾南传媒只炸在俄罗斯做的 然后俄罗斯传媒又说是湾南做的 湾南炸这个水坝 问题就来了 其实现在湾南军在做这个大反攻 湾南军在做这个大反攻 这条宣传片说是不讲的 但是这个大反攻 我们得到的资讯就是俄罗斯证实了 这个湾南在做这个大反攻 现在你看到 这条水坝很高成份是俄罗斯做的 因为湾南现在大反攻的进展非常之好 而俄罗斯军队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弹弱不足、士气不足 所以俄罗斯插这条水坝 你看到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被掩抹了 俄军也是向下撤退的 你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哈尔虫对落的地方 就是对俄罗斯来说很重要的地方 那个叫做克里米亚 这个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重要 有多重要呢? 就比现在俄罗斯境内的别尔哥罗德更加重要 那很明显 俄罗斯炸这个水坝 是不是阻止这个湾南的反攻啊? 令到湾南的反攻就变慢了 你看到这条克里米亚的水坝 你看到这个帝里白河 顶着上游的地方很长的嘛 它的速水量呢 是这个中国三峡水坝 中国三峡水坝都是发电的 发电站来的 这个都是发电站来的 它是中国三峡水坝的五倍速水量 所以这样这条水坝炸断了 你看到下面那里染没得多厉害 所以就是这么说 但是见到现在这个 阿南的卡霍夫卡发电站 水坝这样炸都染没得多厉害 你想想中国的三峡水坝 也是一个叫做战略上一个攻击目标 所以如果中国三峡水坝被攻击炸 炸毁了 一样的情况出现的 就在中国里面 那说明了 就是湾南的大反攻呢 是俄罗斯给我们的信息的 那现在又到 这个俄罗斯 国防部部长邵伊古就说了 湾南其实做了三天的反攻的 在这个扎波罗热 劳金斯克 洞列池克 多处做一个大反攻 那这个邵伊古就说了 这三天的反攻呢 湾南的损失有多大呢 湾南军就有三千七百名士兵 相亡五十二架坦坦 二百零七架装甲车 五架飞机 两架直升机 四十斑门 火炮五十三个无人机损失 这些是小伊古讲湾南的损失 那小伊古讲俄军的损失是多少呢 七十一人死 二百一十人受伤 你信不信呢 比例相差那么远 你只看回 如果有留意 所以湾南现在反攻的片 在网上这几天 俄军的尸体都不止七十一件 所以这个小伊古也是说的 那这个小伊古呢 就是这个俄罗斯所为的 那一路看了 看回这个 现在这个叫做 俄罗斯别以哥罗德州 那俄罗斯 现在 别以哥罗德里面 那俄罗斯自由军呢 就越推越入 那俄罗斯 对这个别以哥罗德 真的好似半放弃那样 因为他真的集中了兵力 是保护 就是说不想失去这个克里米亚 甚至你看回 俄罗斯之前撤走 在别以哥罗德的人呢 有一部分呢 就去了克里米亚 有一部分呢 就去了俄罗斯东部的地方 那你可以知道 这个克里米亚 对俄罗斯来讲 是多么重要 重要的部分呢 因为你克里米亚 真是黑海里面 一个度假区 甚至 俄罗斯 如果损失克里米亚呢 那个面子呢 对俄罗斯来讲呢 真的 非常之重要 那说回现在 别以哥罗德里面的情况呢 那其实呢 俄军呢 也都是有 进攻的 这个别以哥罗德里面 这个自由军的 但是自由军呢 公布的 最新是公布的 一些画面 甚至一些数字 就说 现在 这个自由军 是剪灭了 一个型的俄军 这个自由军说 现在 在这个别以哥罗德里面 有几百件 俄军的尸体 甚至 俄虜了 一个百人 那 说回了 现在在这个别以哥罗德里面 就是说 自由军 剪灭了 俄军的一个型 里面 其中一个 是俄军的上教 那这个上教呢 就是俄罗斯联邦空军道队上教的 他的名字呢 就叫做安德列斯特谢夫 那在这个网上面呢 也都是出现了这个上教的尸体 甚至有了他的证件 证明他是一个上教来的 所以 现在你看看 乌克兰 在境内 做一个大反攻 而这个俄罗斯自由军 在这个别以哥罗德里面 那个叫做推进情况 甚至 殲灭了的俄军数目 那你看看 说回兆伊古 他公布的数字 其实就是想隐瞒 甚至欺骗俄罗斯的民众 因为真实的情况来说 真是公布出去 俄罗斯里面的人一定崩溃 甚至更多俄罗斯的正规军 会加入这个俄罗斯自由军团 真是对莫斯科来说 是一个叫做沉痛的 或者是一个叫做灭顶 甚至对普京来说 真是做他会变成一个 真是好像你想想那些极权 所谓这些领袖 卡达菲啊 侯塞欣啊 你想想他们两个结局是怎样的呢 即是普京随时都是报他们后残的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